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剛剛的動作變成一鍵完成 就是說我們一樣按下這個按鈕自動把剛剛的事情全部做完 另外的話增加幾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說我希望把這個號碼把它做顏色格式 而不是用設定格式化條件 剛剛這個是必須要手動的 那如果說我要自動的話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VBA撰寫 那怎麼撰寫呢 按下這個按鈕自動幫我把 就是前 7 這個他的機率如果是排名前7的幫我把那個 就是顏色變更然後大概變更的 其實主要變更底色就可以變成黃色的 清楚的話就把那個格式拿掉 又恢復了 當然呢最後呢我會希望說 其實這樣格式化已經算不錯了 可是 如果你還要這樣往下捲動才能看到結果的話 那還是不方便 所以最後想了一個方法 導步乾脆怎麼樣 如果他這個是 這個排名如果是前7名的 然後呢就幫我把號碼部分呢 幫我把它 複製到這邊來 所以 邏輯很簡單 就是 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 第2列一直往下找 那找什麼呢 找1欄裡面的 值如果是不是小於等於7 如果是的話呢 就幫我把這個 他同1列的 這個A欄的資料 複製到這邊來 這個概念就是 把找到的東西同1列的這個資料 複製一份到這邊來 咦 怎麼寫 這個其實不難寫 就把後面的資料 把它 中間加個等號 哪一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把這個資料 丟到這邊來 但是這邊可能會有個問題 丟過來的話 他會從第2列開始 那往下一個會變第3列 第4列 他怎麼可以讓他往下增加 這個大概就這一題的比較重要的地方 所以大概我們 我會希望請各位就是幫我做出 也許5個按鈕吧 那這5個按鈕分別要怎麼完成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 我們逐一逐一 第一個啦清除比較簡單 清除的話不外乎就跑個回圈 裡面的話呢 就是把他裡面的東西逐一逐一個清空 所以第1步的話一樣 開啟開發人員 然後呢 一樣就是到Visual Basic裡面 那如果我們要清空的話 特別注意清空 我這邊已經有寫好了 所以我把這個 這也許就從來一遍好了 這邊 一定是插入一個module 然後裡面的話就這一個 那 首先的話我們第1個來看一下 就是說 如何把它做清空 清除的話比較好寫 清除的話就是 你先跑一個什麼 跑一個回圈 跟他講說 我要清空的範圍在哪裡 OK 所以第1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 插入一個什麼 程序 Sub 所以你這邊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 也許叫樂透彩 也許叫樂透彩清除 不過其實你可以 先產生樂透彩好了 假設 輸入樂透彩 確定 那他會產生什麼東西呢 產生 這些 我先把它 直接 產生一個空的一個 這個 這個Sub 那接下來我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我跟他講說 我的範圍是在 4i 等於這個範圍 第2列 到 哪裡呢 到 最下面一列 當然最下面一列 因為有42個號碼 當然應該是43 不過我講過 最好是用追蹤的 你乾脆就是 我這邊是寫向下追蹤 Ranch 然後追蹤的話就是把游標 假設放在A2裡面 然後呢 讓他向下跑 向下跑的話是 END END 前刮弧 向下的話 XL DOWN 然後刮弧 取得他的列 哪一列的詞 幫我把這個列的詞 帶回來 這樣他就會幫我 把 把 這個43的詞帶過來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固定 反正以後呢 在Esser裡面 如果你要執行任何動作大部分都是一個 一個範圍 應該都是從第幾列到第幾列的這個範圍 接下來的話呢我要怎麼樣 把那個 把那個 我們的 公式丟到哪裡 那 特別注意公式丟哪裡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是 BCDE嘛 所以其實你可以先寫這個 BCDE Sales I列的 B欄 等於空的 那其實這個就清楚了 所以你寫完之後你可以複製一個 把這邊改成清楚 但是我們其實不是要清楚 底下這個是OK的 上面其實是要丟公式 上學期我講過 把它貼過來 這個一個 B欄就完成了 那以此類推 C欄 C欄就是那個 其實你甚至可以 直接把A欄貼過來來改 這個是 第二個公式 也就是說你同時可以丟好幾欄 不只是只能一欄 上學期大部分我們都是執行 單一欄 這個的話就是 B2加上C2 這公式也可以複製 也就是它會 組行組行幫你一個一個儲存格的幫你把結果輸出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我們用 那個RANK 點一 那我剛講過你也可以 也可以定義名稱 把這邊改成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用這個方式 你變成說 複製一下 取消 如果你是用 那個 貼這個公式的話 沒有用名稱的話 跟用名稱有什麼差別呢 用名稱的話 完全不用修改 再強調 完全不用修改 可是如果你是沒有用名稱的話 你必須要把 把這個2改成I 因為它怎麼 它會一直往下 你會一直往下變動 D2 變D3 D4變D4 所以呢你最後這邊要修改成 這個什麼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我前面講過就是把它改成I 那這邊中間加空白 OK 改這樣子啦 其實也不困難 不過呢 如果用名稱的話 可能會更OK 為什麼因為直接貼就好了 所以呢如果你不想要寫成這樣子的話 另外一種寫法 我這邊註解一下 我改另外一個 也許用名稱好了 如果用名稱的話呢 我們就是我後面假設我這個註解就是前面 加一個 單引號 表示這一行是 暫時 不刪掉 那我後面改成用 公式的話 第一個我剛剛講 一先把這個範圍 先 取名稱叫合計 我剛剛 這個又從 另外一個檔 Ctrl 順位向下 這邊改成合計 Enter 這個是合計 那 將來的話呢 我們 就直接 這個就是F3 用合計就好了 這個 也用F3 也是用合計就好了 那也就是按確定之後他的公式變成這樣子 更簡單 那名稱的好處我剛剛講過 你就直接複製 直接貼就好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直接把它貼到 雙引號裡面 就變成這樣子 那 而且 它的好處是 一個字都不用改 就這樣就OK了 就完成了 那 另外我們切回來這邊 要把它向下貼 你會發現為什麼不用改 因為你會 點這個的時候再點下一個 他居然一模一樣 點下一個 還是一模一樣 所以以後的話你用名稱 一個字都不用改 就完成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你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先把這裡面清清除 清除的話他會逐個 逐個去 跑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樣跑了 一個一個跑 換下一個 一個一個幫你把它清掉 一個一個幫你把它清掉 全部執行完 全部就空了 那如果說我要把樂透彩輸出的話 B C D E 資金 全部都 變成 第一名 為什麼呢 有個地方沒改 這個地方 有沒有 A 2 有沒有 這個要改成 I 所以這邊的話呢 雙引號雙引號 and and 這個要改 I 如果沒有改 I 變 都是第1 第一個人 所以一樣這邊把它改成 I 那底下這個也是一樣 I 的方法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兩個and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 I 做法都一樣 反正就 空白一下 這樣的話他就可以幫我再去抓其他的 執行一下 就OK了 合計的話這邊也要改 不過你會想說 那如果說 是不是也可以如法炮製 這個地方如果也不想改的話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有 其實你可以把這些也都定義成名稱 也是 A 2 有沒有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變 號碼 其實可以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邊的話 如果我不要改 這邊可以怎麼樣 把它取名稱叫號碼 我先把這個名稱複製 如果你以後呢 不用改的話 那先把它建立成範圍 然後呢給他一個 名稱 第一個這個叫做號碼 那我們公司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可以直接 把這個A 2 直接 就叫做號碼就可以 F3 這邊叫號碼 按個確定 結果一樣 那這邊也是一樣 那我們就可以 再把公司 複製 貼到那個剛剛的這個地方 就也是一樣 不需要用A 2 這樣的話呢相對的如果你要輸出 底下這個也是這樣 這個也可以用用號碼就可以 也就是這個這個部分的話 就可以全部用 那這邊當然也是一樣 所以你可能要在另外定義 這兩個範圍名稱把它改一下 就不用不用再去重新去修改 否則的話你又變要跟剛剛一樣嘛 兩個雙引號ANDAND 然後一個I 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你就要把它定義成名稱就好了 這邊的話 這個2的話 其實就把它放到後面AND 一個I就可以了 因為它旁邊沒有東西 所以後面 只要串一個I在後面就可以 好那這樣的話 執行 理論應該應該OK的 我們看一下 結果就OK了 一個清除 一個 這個 完成 試一下 請各位試著把那個 這個 如果我們剛剛 總共會有四個欄位的資料 那我今天希望 一鍵就可以輸出那個 所有的資料的話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 不想講 對 我主要是 我主要是 這個 是 這 是 這 這 是 感谢观看